老师下课脱弹六个小时 等到生活的地点 像我这种赶反胆 拖一分钟我都饿得嗷嗷叫 直接按下下课零声我就跑 上课就上课 干嘛脱弹啊 前面都是不能踩 一看都是污水 再往前走 有同学给我指路 好家伙 我看这位同学以前也是个惯犯吧 他让我从这个脱弹管道走 我们现在已经来到了学校底下 哦呀 没想到啊 学校底下居然有容颜 难怪我每次上课 老师就要回答问题 我都从脑发热回答不上来 看来路变小了 下面还是容颜 还好我走一风桑 哟 这点难度 还是阻止不在我干分的心 这里我们还得走通风管道 学校来了 我们看看这是哪里 吓死到 还无数的地方 我这要是掉下去 可能就变成变异大了 那还太丑了 我还是得小心翼翼 我的天 这屋水可真多啊 找到它的规矩慢慢过去 就这你们还想抓我 想批齿 这里的机关回溯 今天单单就可以过来 一共四个教室 我要选一个正确的才可以进去 你好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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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一三四都是老师 走二号门 又得创官 这逃学真不容易啊 你们都不知道 这年头 学生的学习压力特别大 满二十五万啊 也都快学成徒子了 每天放学 老师里的作业也特别多 回到家饭都在不及吃 就先买作业写完 不然老师会说我们的 太好了 终于来到了糖果空间 哇塞 这也太好看了吧 光看着就饱了 说实话 这张地图的作者 制作的真不错 整体跑步话要不重复 整个非常有意思 喜欢的宝宝们 快来玩吧 请不吝点赞 啊